我們掌聲歡迎 心西心理諮商所創辦人 周牧茲 諮商心理師 牧茲老師又來到現場了 有人說話 真的有一個月了嗎 怎麼感覺好像 才看到牧茲老師不久 我跟大家說 我們真的是固定排一個月一次 是太看膩了嗎 不是 因為上次講的東西 大家印象都還太深了 可能都還在咀嚼回味 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下一次 因為上一次我們聊 我們上次是聊那個排名 對不對 那一次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後來也在我自己的 臉書粉專上分享 因為我覺得太有趣了 實在是應該給大家看一看 那好 那上一次聊的 可能覺得還不夠 那其實我們今天可以繼續聊 我剛剛 就像我剛剛前面跟大家預告的 就是說 一個人要去探討他現在的一些 不管是他自己對自我的認定價值 或者是跟別人之間相處的關係 其實都必須要再回推到 你之所以會現在 會是現在這樣的一個想法 或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事情影響到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那當然在成長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一定得要回到你原本的原生家庭 那在原生家庭 因為從小到青春時期 其實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裡面 所以這段時期對你這個人的 尤其是一個人的人格的形塑 其實最重要時期就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一定要回到這個時間點 而如果我們要看這一段在影響 或是形成一個人的人格特質 形塑時期最強大的這段時期裡面 又是誰對你的影響最深 那一定是父母 嗯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聊的就是 父母性格對孩子的影響 我覺得所有的爸爸媽媽 都要聽清楚了 我每次看到這種呢 我就會剉一下 我就在想 嗯我最近好像又兇了我兒子 哈哈哈哈 兇還好啦 沒有不 沒有不兇的 而且我看你孩子本身的心理素質 蠻強的 瓜瓜心理素質還蠻強 沒什麼問題啊 對現在是媽媽心理素質很差 對媽媽生氣之後 瓜瓜還覺得說媽 就是情緒稍微要調節好 因為我再大一點就會這樣子了 我兒子昨天還做了一件事情 我兒子昨天呢 他就跟我 他一直跟我說 他昨天去校外教學 從從頭到尾 他從一上我的車 我去接他一上我的車 他說哎我們今天去校外教學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怎麼沒有收到單子 但是我也就順著 我就說哦好棒哦去哪裡 他說哦去什麼什麼書局 我說去書局哦校外教學哦 那那那大家有買東西嗎 你有買文具嗎 可是我沒有給你錢 你怎麼會有文具 他說哦沒有就是去假裝 假裝買東西 我想想這也蠻合理的 你知道有時候學校會帶出去 就是教大家怎麼練習購物啊 什麼的 然後就說哦很好玩啊什麼的 然後後來呢 中間回到家吃飯的時候 又跟我講了一次 哇今天去校外教學好好玩 到了晚上睡前洗澡的時候 又講一次又講說 哇那個校外教學真的好有趣哦 然後我就就說哦好 那校外教學是呃全部的小朋友都一起呢 還是只有你們幾個班呢這樣子 然後講到這邊的時候他突然間就說了 嘖其實我是騙你的 我說蛤 我說我就我就愣一下我說蛤 他說我們今天根本就沒有去校外教學 蛤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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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笑一笑說我們今天根本就沒有去校外教學 然後我就說哦我說那你幹嘛那你那那個他說這是我他說這是我邊的 我說哦那你為什麼要騙 你為什麼要說你有去校外教學 他說我就逗逗你 哈哈哈哈 他就說我就逗逗你 他說我就逗逗你想讓你開心 你小心一點啊 你家裡以後的電話還有你以後要付的錢 他說我就逗逗你 想讓你想讓你開心 他就這樣講啊他真的用這個話 然後我就逗逗你想讓你開心 太有趣了 然後他就說那你有開心嗎 啊不是他就逗逗你想讓你開心 我就說開心嗎 我說還好吧就是我我 如果真的校外教學開心的是你啊 又不是我 對啊 我只是覺得你們今天要月考 然後昨天學校帶你們去校外教學 這件事情還蠻有趣的 還蠻特別的 他說對啊是不是蠻有趣的 那你有沒有開心 哈哈哈哈 他的邏輯好好笑哦 好啦父母性格我不知道我什麼性格 讓我的孩子是這個樣子 欸其實我還蠻覺得還蠻好玩的 有時候我覺得小孩就是父母的個性 比較叮驚啊 小孩有時候就會比較ㄎㄧㄧㄟ 你知道嗎 真的 後來我婆婆聽到笑到一個不行 我婆婆就說 她一定是覺得前兩天 她自覺有傷害到媽媽 哈哈哈哈 也是有可能 再做一些彌補 對 所以她就 我就逗逗你 對 想讓你開心 哎呀好 很棒耶 好所以回過頭來我們來聊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叫做脆弱高自尊 我剛剛前面已經有預告 嗯 結果我們立刻就有 我就說大家覺得脆弱高自尊是什麼意思 結果呢 呃我們就有 馬上就有朋友寫說 這不就玻璃心嗎 算嗎 呃 我們請這個專家來解答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因為玻璃心的定義很廣 也很廣嘛 所以我覺得說她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 脆弱高自尊 她的確只要是一些就是 比較不穩定 就是脆弱高自尊是不穩定的高自尊 嗯 所以在不穩定的高自尊 跟就是比較不穩定的低自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的情緒起伏就會比較大 嗯 因為你不穩定嘛 所以會跟著你的表現 別人的評價 嗯 別人的看法 還有你對自己的看法 上上下下 哦 所以你的情緒是不是就會上上下下 對 所以穩定的高自尊 跟穩定的低自尊 相對的情緒法比較穩定 是比較穩定的 為什麼 因為穩定的低跟穩定的高 就是它就可能會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你這邊的脆弱其實是跟穩定是相反的嗎 呃對 它可能就是比較是不穩定的高自尊 嗯 對 因為當它穩定的時候 其實所以才會有一些研究者 他會覺得說這個脆弱高自尊 它本身可能也算是一種低自尊 只是它有時候表現出來的看起來會讓你覺得這個人自尊心很高 或這個人很有自信等等 可是其實它的就是這個時候就是平常表現的狀態去分辨其實是看不太出來的 就跟衣服類型一樣 你從平常大家都很都很沒有壓力的狀態 因為它看起來都很正常 嗯 然後呢 有真的會讓你覺得這個人有點特別 或是這個人 欸它的自尊好像不是這麼穩定 嗯 是在遇到壓力的時候 遇到挫折的時候 嗯 被批評的時候 因為看到有些人自信很高 其實我們可以看很多就是男性的政治人物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有些人他的 誰 我沒說 我說那個 國內外 國內外 國內外喔 你趕快講我要自己來比對一下 真的是國內外就是 男性的政治人物嗎 我覺得男性會特別明顯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我們的社會養成會希望男性本身要看起來就自尊性好像自信比較高 自尊性比較高 或是說你本來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你有一些成功的經驗有些能力 你對自己可能也會 投射比較多就是我就是可以做得很好 可是如果我從小是在比較嚴厲的家庭長大啊 或者是說 有的時候我其實是因為我努力去做到別人要的要求 其實我不太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麼 嗯 這個過程中我就會把注意力都放在就是別人有沒有覺得很OK 所以如果今天我被批評 或是我遇到挫折 或是我被質疑一些就是跟我原本的說法有點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馬上生氣啊發脾氣啊 臉色就會很臭啊 但是或是說別人跟我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我會可能就是比較獨裁 就在工作上的時候 就也有很多就是例如說那種就是 什麼公司的負責人啊 我現在腦中好多人喔 就是我現在腦海中好多人 其實包含就是賈博士也是啊 就是就是我我 我的想法就是對的 我就是絕對的正確 你們只要質疑我我一定把你罵到臭頭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可是如果是一個穩定高自尊的人 他在聽到別人的意見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生氣 他會想知道你為什麼這麼想 所以他不會覺得我你在批評我 你只是想法跟我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討論 所以相對的一個不穩定的高自尊 因為他對自己他既然這麼需要 別人覺得他很好 他就會常常在說喔我是什麼東西 我可以做到什麼我常常 就我以前也常常會聽到說 喔我以前是哪個公司出來的 就常常會在工作上也常常會 就是他必須要講他的學校 講他的講他就是以前待過哪一個地方 就是非常明顯 可是你看一些 其實我們身邊也很多 非常多 很符合剛剛穆茲老師說的這種狀態 對對對 所以如果要用玻璃心 其實不能涵蓋啦 對我覺得他有太多 就是太多的情況 然後可是就是 當然你說玻璃心受傷 就是你稍微戳他一個什麼 他反應就很大 對你要這樣講也是可以 我們常常以前講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人就是因為自卑產生自大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大概就是所謂的脆弱高自尊 對對對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好那我們上次討論是 家中排行與工作表現的這個關係 那這一次我們討論就是 整個父母性格對小孩的影響 那因為我們待會還會休息一段時間 在廣告之前你可不可以很快的告訴我們 就是抓一個幾句話 讓我們知道說接下來我們可能會 專注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我們可以討論直升機父母 就是直升機父母嗎 對就是還有權威溺愛 這些的關係 那好玩的地方是 你覺得很權威的父母跟很溺愛的父母 小孩的表現比較穩定 哪一個就會讓對小孩的 就是兩個當然都沒有說非常的好 但是這兩種 哪一個對小孩比較好 小孩的表現會比較穩定 再講一次權威的父母 跟溺愛的父母 小孩的表現比較穩定 或溺愛啊放任性的父母 哪一個小孩表現就是普遍在主流社會 會覺得說好像OK啦 滿表現滿OK的 權威的吧 對 我講的是對的嗎 對 所以就是好玩的地方 是有些研究生會指出 在青少年時代 因為有權威型 民主型跟溺愛放任性 那在那個青少年時代的時候 權威型的父母小孩 反而還比較不會出問題 因為民主型的父母會很尊重 小孩的感受跟意願 但是他還是有規則 他青少年時代的小朋友就是 會呈現一個丟稿的狀態 您說過度溺愛的嗎 還是民主 就是民主 對 所以您說在青春期 這個是指在青春期 他會跟父母拔合 對 就是原本可能就是可以討論 可以怎樣 那開始他會跟父母拔合 可是過了那個時間之後 狀況又會還不錯 所以其實反而是 如果你只看青春節的話 你反而會覺得 權威型就是才會 就是華人社會的管教 什麼虎媽管教 那沒有什麼不好啊 可是過了青春期 過了青春期就不是這樣囉 真的嗎 所以有很多大人 在年紀大了之後 需要來做心理諮商 或出現很多焦慮症 恐慌症的問題 有時候跟父母的管教 是有關聯的 那到底要怎樣呢 欸嘿 你看當父母是很難 你跟著講說 在青春期的時候 最不容易出問題 確實是權威的 不是說不能 就是你不用管教的時候 好我們待會回來 繼續聊喔 禮拜四的男女大不同 今天我們聊的是 父母性格對孩子的影響 脆弱高自尊 來到現場的是 新西心理諮商所的創辦人 周牧之老師 在廣告之前 我們就是有聊到就是 父母親 不同型的父母 對於孩子的影響 然後呢就發現說 在青春期 權威型父母 民主開放型的父母 跟溺愛型的父母 對於孩子的穩定度來看 確實是權威型的最好 我說那有什麼不好 那以後我們都這樣做 他說可是成長之後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父母性格 對於孩子的影響 他看的是很長遠的 嗯 那上次因為我們討論到 這個主題是家裡面的 兄弟姐妹排行的關係 最近牧之老師在靜好聽的 這個Podcast 大家看喔 終於殺青了 先恭喜你 對 總共幾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三集吧 十三集我們講了幾位作者 十位嗎 九位還是 九位還是 應該是九位 九位因為你有 有一些是兩個 就張艾琳 三個是兩集的吧 對對對 張艾琳還有 海明威還有王爾德 沒有沒有那不只 那個誰也是兩集啊 太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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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宰治也是兩集 所以對九個沒錯 九個嘛 九個然後十三集 那呃 後面的這幾集不知道大家跟上 因為我最近喔 家裡事情比較多 所以沒有跟上 那我有聽王爾德 海明威我還沒有聽 我是 我還明威還沒有聽 先聽夏目素食 很多人都說 因為夏目素食 我在中間的時候 因為我壓力太大 所以我後來還打出自告 那還會預錄你知道嗎 結果你 我聽王爾德的時候 你就可以聽我的聲音 已經開始沒有靈魂 就是雖然內容準備得很豐富 但是我本身是很緊張 夏目素食那一集 就最後一集 我就跟製作人說 欸我最後一集了 我們今天就隨便講好不好 隨便聊 最後一集很輕鬆 超輕鬆 然後我就很多我自己 像最後一段就是 我在講的時候 突然想到要說的東西 所以那一集其實是 可是不會還是很好聽啊 真的 就是應該說資訊量比較多 你真的 準備很多資訊 對對對 好那所以其實今天我們 一樣可以從 呃 慕資老師在他的 這個靜好聽的Podcast裡面 談的這一些 呃作家 從他們來看 嗯 一樣這一次呃 你抓了兩個人 對 覺得可以探討這個議題 對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海明威 還有一個就是王爾德 對 那王爾德這一個 真的滿有意思的 因為我對其實我對王爾德 比較不熟悉 那真的就是只聽過那個 夜音跟玫瑰的故事 啊對對對 就是呃 大家知道王爾德嗎 就是王爾德同化的 對對對 那呃我真的就只有聽過 夜音跟玫瑰的故事 但是 我後來聽了你的 你的這個介紹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 真的就是 他是哪一個年代的人啊 呃應該說他那個年代是 算是維多利亞的 前後的那個年代 所以是多少年前到底 哇1818XX年吧 好啦反正就是兩百 反正就是兩百年前啊 嗯 大概一兩百年前的人 他完全可以在這個世代 成為一個 最受歡迎的網紅欸 對啊他超棒的啊 他講的那個話都超帥的 對 我跟你講有王爾德在啊 那文青哥都不算什麼啊 真的真的 對文青哥講的這些話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 王爾德會講這麼多這些 對 我們說的這個幹話王好了 對對對 插話王啊 對 對不起我這個不該講出來的 直播習慣了 忘記廣播不適合講喔 欸他真的很好笑欸 所以我們就呃為什麼 我們先來講 為什麼你在探討這個父母性格 對孩子的影響的時候 會想要講王爾德 王爾德他有一個很特殊的家庭 就是其實他的爸爸媽媽都是很有才華的人 嗯 他爸爸是醫生 可是他爸爸還就是會寫作 然後還會就是對歷史也很有興趣 然後對文學很有興趣 然後還幫忙做很多什麼 就是一些疾病的採集 然後那些東西 就是流行病的採集 然後那些東西反而成為就是當地做一些 就是對各地的文化 有一些理 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愛爾蘭那邊的文化 有一些理解的一些 一個史料 然後他媽媽是就是 所謂就是很詩人 然後有寫作 文學家 對然後他還是會就是說 因為就是有一點就是會去就是講一些 就對時局啊社會啊會去做一些討論 所以他們家的 就是常常會開一些沙龍 然後媽媽會邀請很多人 那爸爸也是 所以他們在沙龍說不定還會有兩個 爸爸有他爸爸的朋友 然後媽媽有媽媽的朋友 對 然後媽媽的朋友就是都是 像都柏林大學很有名的一些 就三藝學院那些很有很有名的一些人 其實在那個時代都算是高社經地位的交往的對象 對 上流社會的對不對 就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你媽媽有點像是 你家可能類似像是什麼 就是假設就是我隨便亂講 就是比如說你回到家之後 好假設你家是什麼 一個文人很有名的文人的家裡 然後回去你就會 你知道白星勇伯伯常常會送禮物給我啊 然後那個張愛玲之前 來台灣一定會來我們家做啊 就是他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是他媽媽那麼厲害 他媽媽對他們兩個小孩的期待是非常高 他媽媽會覺得說有名是最重要的 有名有才華是最重要 然後呢你不用很認真的工作 有名有才華的人不用工作的 錢會自己來 我跟你講喔 好這完全符合現在很多現代人的一個 呃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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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 你知道在現代啊 尤其是在網路社會這麼這麼快速發達的時代 大家都想要一氣成名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說成名這件事情 對 就最重要就是要有名氣 至於這個名喔是 以前以前我聽過一句話 那時候呢他們就在告訴這些底下的 以前啦我們以前也在新聞部的時候 就有一段時間呢 主管就會要求主播一定要上新聞 嗯 就說不管是好新聞壞新聞 只要有上新聞就是好的 就是好的 我就不能理解 他認為說這就是你名氣的拓展 這其實就有點這個味道 你知道嗎 這個是尤其是在這個網路世代 你想想看你又要一氣爆紅 呃有時候不見得是好的 好的很難啊 但是壞的很容易 對 可是呢爆紅之後很多人就很快就會 遺忘你那個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有一個你自己的說法 把它給呃蓋掉之後你的名氣還是在 還是會給你帶來很多的流量 嗯 其實我在聽你講王爾德的媽媽 我覺得她就好像這樣的人喔 沒錯我覺得她的確是有才華的 然後她又有很多資源 所以她小孩的確從小就有很多 學習的可能性 對 而且她小孩本身才華也很好 嗯 然後但是因為她媽媽就是 她媽媽本身也不是很認真在賺錢 因為主要可能算是爸爸在賺錢吧 就媽媽也有一些 可是媽媽主要都是在協作 她有一些錢 對 可是她主要不是在靠這個賺錢 嗯 所以就變成是他們家 其實比較不是走那種什麼 要腳踏實地去做一些事情的 嗯 其實這個這個蠻好玩的 比如說 就因為最近我對音樂家有興趣 就很好玩 你會看到父母的這個態度會讓 小孩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有一些呃不一樣的就是 比如說如果我今天家裡是比較腳踏實地的 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把自己的生活 就除了創作之外 我會把自己生活管理得很好 像德佛扎克就是 嗯 他就是他爸爸家是開肉鋪的 所以他小時候是被訓練以後 要當肉鋪的接管人 所以他還去考證照 嗯 但是後來他真的太喜歡音樂 所以他後來去學音樂之後 他還是把他生活其實管理得很好 而且他還可以就是一直不停的創作 然後去照顧其他人 可是像莫扎特就是他小時候 他爸爸就是說 你就是很棒 你要趕快給大家看 看你很厲害 然後他從很小就開始 他就開始巡迴 所以他後來死的原因 其實最大的說法其實就是 就是窮死苦死 因為他就是沒錢 他就把錢都花光光 喔 對他沒有辦法腳踏實地的去做一個工作 對 所以就是這個父母的 這個父母的就是教養 其實也是很很重要 那的確我覺得在權威型的父母 像我們剛剛有講權威型的父母 權威型的父母不是完全不好 他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他會定規矩 然後有的時候有些權威型的父母 他定的規矩是類似 你做事就是要腳踏實地 對 你不要就是隨隨便便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就隨便說 就是他會定很多 其實對生活的作息規矩 其實很有幫助的 而這些孩子他的長大之後 他的生活的功能上也會比較強 因為他小時候就帶著這個習慣 所以他還是習慣說我每天是事情 早上就是一定要幾點起床 然後我要把什麼事情做完 這樣子工作上才負責任 就是他會有一個習慣性的做法 可是如果說今天太過權威的時候 你忽略掉孩子的一些本身自我的一些感受 跟一些壓制的時候 其實那個孩子就會自我感 就是價值感會很低 那像剛剛那個脆弱高之尊的狀況 有時候就會出現 那另外像王爾德的狀況就是他媽媽就是說 而且他媽媽原本是比較喜歡他哥哥的 對 因為他哥哥剛說他媽媽就覺得這個孩子 以後應該是人之棟梁 就是國之棟梁的之龍鳳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他生第二個出來 啊一樣是兒子嘛 那覺得可能差不多 而且因為聽說他媽媽那時候第一個是兒子 他第二個想要女兒 所以他一開始是把王爾德扮女裝 不過那個時候是有人說 維多利亞時代其實很流行 會把兒子男生扮女裝 男生扮女裝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都有說法 可是就說他們從小兩個人 就其實就有很多的競爭 包含他們都念同一個學校 那哥哥的社交技巧什麼的可能就比較好 然後弟弟就是有點就是自閉 但是他後來就學會一件事情 就是他會就是用他的才華 比如說很會記東西 然後他就把他整個背出來給大家聽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好笑 或他會講一些讓大家覺得很吸睛 就是有點像開玩笑就說文青哥這樣 他一句話然後讓大家很吸睛 然後大家會覺得喔 你好有趣喔 那個慕智你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下喔 在那個年代王爾德就說哪些金句 比如說他因為那個細節我有點忘記 但他比如說他就講過說什麼 就是要就是只有不付帳單 你才會留在商家的記憶裡 對 只有不付帳單你才會留下 留在永遠留在商家的記憶裡 對對對 還有我年輕時 那是好像講什麼 我年輕時 我年輕時以為錢 就是錢就是一 我年輕時以為 曾以為錢就是一切 對錢就是一切 然後長大後才知道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超煩超煩 然後他好像 他有講結婚離婚跟 但我那才是有點忘記 他有講結婚是什麼想像戰勝的 想像戰勝的事實 然後那個再婚是 就是那個希望戰勝的經驗 超煩 超煩 結婚是想像戰勝了事實的結果 對 而再婚就是希望戰勝了經驗的結果 好煩 好好笑喔 我說你看他是不是就是一個 那個比文青哥還強的人 對對對 可是真的很厲害 所以如果他真的在他的青少年時期 就發揮了這樣子 對 他應該是會很受歡迎才對 對對對 他現在可能都是出那種就是 那個說不定還可以出那種 每年的年曆 然後每一頁都寫他的名言這樣子 太好笑了 對 所以他後來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又 就是跟哥哥有不同的 不同的方式 但是一樣也成為了 我覺得他 一些焦點對不對 我覺得他最有趣的地方 是因為後來他哥哥是 還是去學就是 法律相關的東西 對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發展他文學的部分 文學方面的創作 然後所以後來呢 他的發展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真的是有才華 所以他很快就變得非常有名 可是他就跟他媽媽一樣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很戀母的人 所以他的表現跟他喜歡的東西 都跟他媽很想 因為他媽那時候 最讓那個時候社交圈很 知名的東西 不是他的才華 是他穿著超級特別 就是他每次一出來大家都會嚇到 怎麼會這樣搭 然後後來就變成是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節目一樣 就是大家去他的沙龍 一定就是先看今天他穿著怎麼樣 然後王爾德也是 那個時候 但是他穿的東西算是又 就是比較正常一點 就是他會看起來就是很 很潮很時髦 可是對那個時候的人來說 其實是就是覺得天啊 怎麼會有人這樣穿 就是他每次一出來一定要震撼全場 所以他帶著這種心情 他其實在很小 十歲的時候 他就就是曾經講過說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如果犯大罪啊 會有會登一個會有一個爆 然後上面會寫說什麼女王 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以後他一定要有名 就算不能有好名 也惡名昭章也可以 他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犯一個罪 然後被登在這個東西上 就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大家都認識我就好 對對對對 不過後來他也確實有名 而且還因為審判了 還被審判了 對對對 所以但是我相信喔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有同樣的疑問 就是如果我們要講父母的性格 對孩子會有影響 那其實父母的性格是一樣的啊 那為什麼我的兩個孩子 或我的三個孩子 就是很不一樣 比如說像王爾德跟哥哥 就不太一樣 為什麼 那這個東西我們待會繼續聊 就是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喔 跟拿另外一個人來比 我們來比一下海明威 的個性 我們可以來聊 就是海明威的成長背景 就非常適合來聊這個 脆弱高自尊這件事情喔 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那當然歡迎大家 如果聽眾朋友有什麼想說的話 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來留言 我跟慕斯老師都看到 我們可以再繼續討論 我有看到有人講說 莫扎特是因為 娶了愛花錢的太太 其實這一個部分 我看了很多文獻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很不花錢的人 你娶了一個愛花錢的太太 可是你很愛賺錢 經濟把持在你手裡 你會不會隨便讓你老婆花錢 她很愛花錢你還是不會給她 那老婆就會離婚 這其實也有很多經驗 所以其實莫扎特自己 在還沒有娶老婆之前 她就很會花錢 應該不是說她很會花錢 就是她不太會理財 她對於金錢這件事情的 沒有什麼概念 敏感度沒有那麼高 對對對 我覺得不是說她很愛花錢 所以導致破產 而是她沒有什麼理財概念 然後她不太喜歡去做穩定的工作 她喜歡用創作 可是創作本身這個錢就是 來的也不是 然後她也不一定很會跟人家談判 你想要說一個我寫什麼歌 那其實是不容易 所以她是有很多很多理由 不是只有一個太太的理由而已 好 來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繼續聊喔 禮拜四的生活同樂會的單元 男女大不同 我們橫跨兩個小時喔 每個禮拜的這個時間 我們會安排的比較長 是因為要討論關係跟自我 實在是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去完整的一點一點 往裡面再去鑽一點鑽一點 所以我們會安排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每個禮拜四 但是基本上就是跟自己對話 跟我們聊天 跟自己對話的一個時間喔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很放鬆的來參與 剛剛我們有聽眾朋友 可能是中間家境來聽到 前面沒有聽到 或者是現在要去忙 都沒有關係 她問說這個 如果說廣播聽不到 直播會不會回放 會的我們每天週一到週五 早上兩個小時的節目 我們都會完整的放在 飛碟聯播網的YouTube平台 你只要去點都會有回放 我們不會拿掉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喔 都可以去再把裡面聽一次 尤其是像慕哲老師 其實有時候他講的很快 然後呢很順 但是你在你可能有些地方一過 你稍微恍神一下 你就覺得我剛剛那邊沒聽到 他的那個Podcast 我都是回放好多次 我真的回放好多次 因為他準備的內容實在太多了 我覺得我一個應該可以做五集 你絕對可以 我做兩集這太虧了 你真的太虧了 因為你要去聽看別人的Podcast 我知道 我有聽完我製作人做了其他的 然後我還很生氣的跟他說 問什麼我的 對所以我都會意思 因為我可能只是在 我一邊做東西 一邊做事一邊在聽 然後呢我可能 五秒鐘沒聽到 我就覺得不行 你知道嗎 我剛剛那五秒鐘講什麼 我沒有辦法接下去 我就要去回放喔 所以我們的節目也是一樣 都可以回放 大家都可以再去聽 剛剛我們回到剛剛在廣告前 我們說就是 父母性格如果對孩子有影響 那你說因為 王爾德的媽媽是這樣 所以王爾德的個性是這樣 可是王爾德的哥哥不是這樣 應該是說他們兩個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只是說他們兩個都非常的 就是比較走愛炫耀性 然後很需要被目光注意 所以講到王爾德 我是說原本王爾德哥哥表現得 是比較好 可是到他們後來去念書 到十幾歲的時候 十多 十歲 十一十二歲的時候 王爾德的表現突然 就是特別是文學的表現 就突然變得特別是希臘文 那個時候 然後呢所以 再後來他哥哥去 雖然跟他後來念不一樣的東西 但王爾德後來就在文學上 越表現越好 而且他可能比較有名啦 對 他很快的就得到名氣 然後所以後來他哥哥在就是 因為他哥哥又沒辦法自己 就是好好賺錢 就是因為他就是 他媽媽就是沒有期待他們賺錢嘛 所以他自己雖然有混到學位 可是他一直沒有辦法做 長期做一個穩定的工作 然後他後來就是靠跟就是 有錢的寡婦結婚 去得到他的遺產 但是後來也是很快就被人家提出去 然後他哥哥後來就是靠 然後在那個小酒館裡面跟別人聊 跟模仿王爾德去受到注意 因為他們兩個長得長相是很像的 長相也像 對 這也是蠻慘的 對 然後所以最後 而且最好玩的是他們兩個人 都是在46歲 然後他哥哥是酗酒過世 很年輕 真的很年輕 欸王爾德是過世是怎麼過世的 他是 那時候是說生病 然後那時候是說 好像是類似父母眼什麼 就是眾說分語 有些人說是因為就是 之前在牢裡面的一些病啊 病 然後有些人說是可能是酗酒啊 感覺都是生病的 對 然後有些人是說沒毒啊 然後就是很多 就是覺得他的這個 性生活比較複雜一點 對對對 就是講的比較多可能性 好 所以其實 我們就在講就是說 在跟哥哥的競爭之下長大 然後家裡面的這個 父母親的個性 其實更多的東西要去聽一下 老師的這個Podcast 因為王爾德他講了兩集 那包括還有他父親跟他母親之間 我覺得也是非常 呃 我覺得其實也是 讓人覺得非常難以 難以置信的一個過程喔 是 那這些確實對於 呃孩子來說都是有影響 可是 我們在跳脫到海明威 海明威跟王爾德的家庭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對 雖然都醞釀出就是充滿 呃 充滿 呃這個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非常亮眼的 嗯 文學界的一些發展跟作品 是 是 可是非常不一樣 如果我們要講脆弱高自尊 可能海明威更符合 更貼切嗎 他可能更符合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 其實應該都有 怎麼說 因為呃 比如說像王爾德 他常常會跟人家炫耀說 他覺得就是自己很棒 或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的內心裡面 有沒有真的覺得自己這麼棒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存疑的 因為 在他的一些作品中 嗯 你會看到他對於愛的渴望 對於很多 就是 對於一些人性的一些顯惡的一些 輕蔑啊 戏虐啊 就是這一些東西 再加上 因為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穩定的高自尊的人 你不需要一直宣耀自己 嗯 所以他 他擁有的自尊 比他媽媽希望他表現的 還要在低 還要在低 就是他可能本來的 不許這樣 他已經有一些才華 可是他媽媽希望他更高 所以他必須要把自己擴張到 就是 那種宇宙最強 世界最大的 那個位置 所以你的意思是 是想要去符合 對 媽媽對他的 沒錯 一些期待 這個不穩定的高自尊 還有一個可能性 的確就是父母 有對小孩有一個 自己沒有完成的夢想 或是自己的期望 然後把這個期望放在小孩身上 可是這個小孩他 在他還小的時候 這個東西太沉重了 然後他一路都在追這個東西 可是你也許他長大之後做到了 可是他那個小時候感覺到說 天啊我離你的期望好遙遠喔 的那個感覺會一直存在他心裡 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人家說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就是 你會一直記著這個感覺 所以你常常會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會感覺到說 我是不是沒有達到 特別是一個新的挑戰來 你就常常會擔心說 我是不是達不到這件事情 那個不穩定的高自尊就會出現 就是壓力的狀況 那海明威的狀況就比較是說 他的父母是在那種 就是他們是在那種 新教的一個環境 就是那個地方就是比較宗教 然後大家都是中高產階級 那其實家裡面應該是屬於權威派的吧 我覺得算是 因為他爸爸 其實他爸爸跟他媽媽 對海明威都有一點都管很多 他管的東西不一樣 就是海明威他媽就是那種 會講很難聽的話 你那個什麼 就是會對他就是做很多傷害性 比較言語暴力的話 然後會貶低他 那他爸爸是 因為他爸爸是醫生 那他爸爸也是非常多才多餘 他爸爸又會打獵 然後又是醫生 然後也會就是寫東西 然後他會做標本 等一下 王爾德爸爸也是醫生啊 對對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個時候 可以擁有很多的文學資源 跟很多的資源 其實很多都是 他必須還是需要家裡面 有一點經濟環境 對 所以王爾那個海明威他爸是醫生 但是他爸是窮醫生 真正家裡負擔的是他媽媽 他媽媽是 我記得好像是 忘記是 好像是鋼琴家還是女高音 我有點忘記好像鋼琴家 就是他是 那時候就是 教學生收費 收費 然後呢 他爸爸好像一個月 那個時候好像 薪水是幾十塊美金之類的 就是那個時候的幣子 他媽媽一個月可以一兩千塊 薪水 就差很多 所以他媽媽就是 其實他媽媽就現在時代來看是 比較新女性的 他是比較覺得說 我不做家事 那經濟我資源嘛 我不做家事 你就請人回來做 我不做什麼東西 但以他們那個年代 又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在一個比較傳統的社區 就會覺得說 他媽媽好像是 不太女性的 就不太會去做 女生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最主要 他媽媽會對他爸爸 跟對海明威他們的傷害 比較是 就是 我會 就是去控制你 跟去干涉你的生活 比如說他爸爸 很喜歡收集標本 他媽媽曾經有一次 把他爸的標本 全部集合起來 一把火燒掉 然後他爸爸可能在旁邊 然後他爸爸可能也沒講話 所以就是他媽媽 在這個家庭中的控制欲 其實是很強的 所以海明威很好玩 是他在外面的時候 他的朋友都說 我沒有看過一個人 這麼恨他媽媽 喔真的啊 但是海明威寫信 就我有去看海明威 當初寫給他媽媽的信 他寫給他媽媽的信 其實都還是蠻有禮貌的 就是都還是感覺很 因為他會怕吧 我覺得一個是怕 可是一個是 我覺得他會那麼恨 就是因為他很愛他媽媽 他很希望他媽媽可以給他愛 可是他媽媽沒辦法 他媽媽對他都是貶低 跟就是傷害 他爸爸對他的期望也很高 他爸爸就是希望 這個兒子要跟我一樣 他媽媽就是希望 這個兒子要跟我一樣 所以大家都喜歡這個兒子 都要這個兒子跟他們一樣 他媽媽要他去學藝術 他爸爸希望他可以當醫生 就海明威後來 誰都不學他去寫 他去寫作 欸你知道你剛剛講的這一段喔 我最近剛好有跟一些朋友聊到 就是說 你剛剛講到這個 海明威他們家庭裡面 媽媽其實是比較強勢的角色 你知道最近因為呢 我就無法 我家的小孩就無法受控嘛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喔我到底是要怎麼樣 然後呢 剛好我們有一個朋友 是一個我一個同學 他其實我們常常就開玩笑說 他在他們家是軍事化管理 他的兒子們跟老公 就是說 你知道我們有一次出去玩喔 大家一起出去玩 我們是去過夜 然後呢晚上呢 就是就跟家裡面連 就是視訊 他也是跟家裡面的這個 爸爸跟兒子視訊啊 然後先跟爸爸講啊 先再跟兒子 就跟老公講再跟兒子講 然後後來那個 他就是他就不要講了 他就說好了好了 我要掛電話 我要掛電話囉 然後那個媽媽一說我要掛電話 那突然間就三個男人通通出現在鏡頭前 就拜拜 拜拜 就這樣 感覺是收隊要集合了 這樣媽媽拜拜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天啊 你的軍事化管理真是一把照 然後另外我們有一個朋友也是一樣 他的兒子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就大家心目中覺得說 哇怎麼都怎麼都可以自己處理得這麼好 一直從小到現在 大家都覺得 但他他小時候是花非常多的心思在管管 就是在做訓練 做訓練 然後現在就完全非常輕鬆 嗯 那我們講說奇怪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說 男生其實沒有那麼好受控 嗯 可是為什麼這些人都可以 他們都給我一個 呃給我一個這個答案就是 因為爸爸都在家裡做了很好的示範 啊 就是爸爸都示範很好的 就是我們要聽媽媽的話 哈哈 我覺得這真的有差 這真的有差 所以在家裡面 如果要把兒子管的 管的就是兒子都不會跟媽媽在那邊 那有的沒有的 通常爸爸都有做很好的示範 哈哈 就是爸爸都示範的 就是媽媽講的話就是聖職 我們家媽媽講的話就是聖職 那兒子可能就那個 我說難怪我們家沒有 哈哈 我們家不是這樣 所以就想到你剛剛講 這個海綿維的家庭 呃 媽媽跟媽媽媽 媽媽其實是比較強勢的 對對對 那但是這件事情 對他的所謂的脆弱高自尊的 的的的的 這個個性的形素是有很直接關係嗎 我覺得他們家有一個更明顯的狀況是 嗯 比如說像剛剛說王爾德他們家 他媽媽基本來說是會一直稱讚小孩 哇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你真的很好 然後 那我就是我真的很好 所以有時候對自己的評估 如果不小心遇到挫折 跟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有錯誤的評估 對他對現實感比較差 對 然後呢但是還好他才華很夠 所以就那他哥哥就是失敗的例子 現實感不夠 所以後來就垮掉了 現實感不夠 加上才華可能也沒那麼好 沒有他其實他還是不錯 只是他沒有他弟弟那麼好 那麼好 然後所以沒有做到媽媽的期待 他就垮掉了 對 然後他後來就是長期酗酒 然後 那王爾德其實也很喜歡酗酒 好然後再來是海明威 海明威他的他的家裡的狀況是 其實不是說媽媽就是爸爸 家裡如果媽媽負責管不好嗎 不是 他媽媽是會講很多傷害性的話 跟做很多你生活的 就是我界限感其實是不夠的 就是我很多很容易會被媽媽管進來 所以海明威後來 我覺得他本身的心理素質其實很強的 他爸爸 你說海明威本人嗎 對 因為他的爸爸要求這麼高 希望他像 希望海明威可以像他 海明威對爸爸的認同感是很高的 然後他媽媽是希望他可以去學音樂 然後海明威其實是很愛他媽媽的 他被分裂成這兩個 他就最後他兩個都不選 他去選文學 這個人的心理素質是不是很高 對 像三島有繼父也是這樣 他爸爸是希望他去當官 然後媽媽希望他去從事文學 因為媽媽是就是文青少女 然後所以他後來怎麼做 他後來是 白天 對他去當 白天去當官 就是他考法律系白天去當官 晚上回家繼續寫作 他就是兩邊都顧 海明威沒有他就自己去寫作了 寫作之後他第一本 就是太陽依舊生起這一本 這一本書 他一有名之後 他就立刻寄回去給他爸媽 他雖然說他知道這件事情不可能 但他還是心裡隱約的希望他爸媽 可以給他一些存在 結果他爸爸媽媽就回信寫說 我們希望你以後可以寫一些主題 是比較適合我們這一個社區 跟這個地方閱讀的 對 因為他都寫戰爭嘛 對對對 然後所以海明威就很氣 就是又就是周媽媽媽一對 然後對他的他的就是第一任妻子來說 他就說他每天都感覺到海明威不停的在跟 就是家裡對他的期待 還有就是家裡對他的失望的那個感受 然後在搏鬥著 我覺得不只是家裡對他失望 他也對他父母失望 因為他很希望他的父母可以 就是非常的接納他跟愛他 這也使得海明威後來 就不只脆弱高中 他是那種很容易被批評就會暴怒的人 然後呢他如果今天因為他比較弱 他會去求助一些朋友 可是在他變強之後 他會找一些方式 不管是去貶低那個朋友也好 甚至做一些事情傷害那個朋友也好 他就會一直換朋友 然後你看他的妻子也是 就是他像他最最第一任妻子就是他的早康期 然後那個時候真的是陪他在最辛苦的時候 而且那時候他經濟都是這個妻子在負擔 然後後來在他好起來之後 他就找了一個可以匹配他 然後家境非常好的女生 他就拋棄了這一個 這我說不要說拋棄 放棄了這一個妻子 那這個妻子他也很有尊嚴 他就說沒關係我們就是好聚好散 但是後來海明威就說他真的好希望 他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他覺得他還愛這個老婆 他就是在那個時候 他就是不想要再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海明威他在這種 就是對自己的至尊 還有對愛的渴求 讓他就是對人的理想化 還有搞不清楚自己的狀況 他就好容易 因為他其實是因為看到他 會想到脆弱的自己 他消化不了那個 他消化不夠好的自己 因為他爸爸媽媽都希望他很好 所以他沒辦法消化這件事 我看到你我就想到那個時候 我是靠你的 我受不了這件事 我把你丟掉我就會感覺好一點 可是我搞不清楚 我為什麼要這樣把你丟掉 人生真的很艱難 其實喔 講到這個東西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就是說 如果今天他是能夠肯定自我的價值 他其實並不會這樣 而且他就會覺得說 謝謝你那個時候幫助我 對 因為他就是他沒有辦法肯定自己 甚至是賢物某部分的自己 對 而這個賢物可能來自於不是我自己賢物 是因為我爸媽對我的賢物 我覺得我那部分的我真的很糟 可是當看到你我就會想起那部分的我 那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他 所以我就逃避 對 所以海明威其實你看他在 他在不管是他在職業的選擇 或是你後面講到他的配偶 其他很多事情都是以逃避來做一個選擇 嗯 但同樣的這些所謂的自卑感 又讓他在後面與人際關係的相處上面 又成為一個很容易暴怒 就是過去可能別人對他的 父母對他的這樣的態度 他其實也是用在對待別人身上 是 然後他還可以成為一個這麼偉大的文學 但是 但是他的確還是 他還是有從他父母那邊學到一些東西 比如說他爸爸是 就是他那個不能脆弱這個部分是他爸爸 因為爸爸覺得就是要當強者 對 要堅強 那爸爸當然也有他自己的投射 對 然後他那個時候 可是他們家就是規矩很多嘛 就是會訓練他做一些事 所以他後來對自己的自律的程度 其實是很高的 雖然他喝酒喝得很 但他也很會理財 然後那些東西其實還不錯 好 那等一下回來我們就來聊聊 就是說 脆弱高自尊跟其他人的一些互動關係的相處 是不是我們從海明威的身上 其實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共通點 比如說今天我們要怎麼樣判斷 我們是不是這樣的人 或是我要怎麼判斷我的另一半 或是我身邊非常親密的人 他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從哪些部分來判斷 那 同樣的當然高自尊就有 對等的叫做低自尊 那怎麼樣的表現 以及我們都希望能夠成為的就是 穩定的自尊 如果用如果是穩定的自尊 我們就說是高自尊嗎 或是我們就不用高低來分 當然我覺得高自尊跟低自尊 你好像也很難說好或不好 因為如果你一直處在就是沒有任何 就是你永遠都覺得你自己很棒 這件事情有時候好像也會有點危險 對因為你有時候會就是判斷自尊 錯估情緒 對或是有時候會容易被攻擊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回來繼續聊 看能聊多少就聊多少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剛剛山羽告訴我們說 你們兩個回來只剩五分鐘 人生好難 人生好難 所以那我們就講 我們就有些東西講不到 不過我想我跟慕資老師 還是必須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我們所說 既然這一集在講脆弱高自尊 用了兩個人的故事來引讓大家去理解 那我們最後還是要講一下 那脆弱高自尊一般來說 如果今天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甚至是我們自己 可能會有哪些幾個幾個 就是你比較容易分辨 看得出來是這樣 那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就是讓脆弱變得穩定一點 我剛剛在那個中間的休息時間 有跟童文姐聊到 就是其實自尊這個部分 它包含很多部分 它包含自我價值 就是所謂的自愛 還有包含了就是 所謂的自信 就是你本身的能力 然後你對自己的看法等等 所以當你今天如果 對自己的看法是比較正向的 比如說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到一些事情 遇到一些困難 我還是可以超越 雖然遇到挫折可能會失敗 但是我相信我還是做得到 我對自己的看法如果比較正向 然後呢 我也培養出相對應的能力 於是我對自己的自尊的穩定度 當然會比較穩定 比如說我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反應可能不會那麼大 因為我想說 反正我很多經驗是我可以超越的 我也相信我做得到 所以我的感受就會比較好 情緒在遇到挫折跟別人批評的時候 我的那個不穩定的狀態 就不會那麼高 可是如果是不穩定的高自尊 就所謂脆弱高自尊 比較大的困難是因為我需要 別人的肯定跟外在的成就 所以如果今天我被別人批評的時候 我會擔心真的是我有哪裡沒做好 那我還是不穩定的高自尊 那但是但是我被我被批評的時候 所以有些人 當然這個東西就會有策略的選擇 有些人的策略選擇就是我就 反應很大就去罵回去 可是有些人選擇就是 喔我被批評了 不管怎樣我先反省自己再說 我去做一些調整 去做一些改變 那其實在就是說高自尊的部分是 我覺得我自己在判斷 這是我自己判斷的 下次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多聊一點 我覺得不穩定的低自尊跟不穩定的高自尊 看似好像有點像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在 遇到新的挑戰的時候 你敢不敢改變 不穩定的高自尊 基本來說還是敢改 因為他還是覺得自己可以做得到 只是他會很在乎 他中間還是會有很多的自我懷疑 所以他會一邊改一邊懷疑自己 但是他還是會改 對對對 然後一邊就是穩定的高自尊就是我改了 那我會有一點點有 就是我在中間 我挫折我當然還是會有點難過 但是我不會一直去懷疑 或別的低自尊 可是不穩定的高自尊 會比較容易自我懷疑啊 打擊自己啊 就心情很差啊 可是那個就是 剛剛講到不穩定的低自尊 基本來說就會有很嚴重的選擇障礙 我想要來這邊 但是現在這個工作好像很安全 可是我覺得好痛苦 所以我想要換工作 可是我又不敢換 我怕換了會更差 基本來說這個就比較像是不穩定的 就是低自尊會發生事情 那你就說那穩定的低自尊 穩定的低自尊 基本來說他覺得現在這樣子就是很好的 不用改了 就是他的想要變動的心其實沒有那麼多 不穩定的低自尊 他還是會期待別人會對他看法是好的 所以這兩個的差別比較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就比較明顯 所以剛剛聽我朋友這樣聽了之後 應該會覺得比較好 來評斷或是評估或是判斷自己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你們覺得你們是哪一種類型呢 你們是穩定還是不穩定的高自尊 或是穩定還是不穩定的低自尊 最後一分鐘當然不可能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如何讓脆弱變得比較穩定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像我剛剛講的自我價值還有自信 然後還有對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自信應該是最多人在想要為 讓自己自尊變得比較好 去做累積的事情 就讓自己能力變得更好 學更多東西 解決問題的能力變強 然後生活實力能力變強 這最多人做 所以這也是最容易的 可是相對的另外兩個是我們現在開始 大家很多人在強調就是常常不知道怎麼做 一個就是自我價值 我要怎麼相信我自己的存在就是有被愛 就是有存在的價值 跟我對自己的看法 我要怎麼樣對自己的看法 永遠是比較正向 而不是一天到晚會貶低跟貶順自己的 我覺得這兩個才是最難的 所以其實我還是覺得說 要怎麼樣開始 光先做一件事情 因為只有一分鐘 我們要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說每天都說要愛自己 這個實在太難了 相信自己無條件的被愛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只能把它當成像是 有些人像念咒一樣 貼在就是你家的電腦上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你如果意識到你常常會自我懷疑 跟貶低你自己 跟說你自己不好 而這些東西並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你就是先停就對了 就是先停 就停下來 我沒有要你就是說 我真的好棒 沒有沒有沒有 你就是天啊 我連這件事情都做不好 我活在這世界上有什麼用 這種話不要講 就是就停下來 你就不要說就好 你這種感覺就是 我現在不求你每天要去吃什麼 什麼靈芝養生之類的 我只求你不要每天拿刀戳自己 就這樣 就是拿刀戳自己的這件事情 就別說了 就這樣子而已 對 好 所以其實說真的我覺得齁 脆弱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不穩定的高自尊 呃 他有很多東西可以聊 甚至我們裡面就是 因為我們很 很很貪心的想要把 四種分類都講一下 我太貪心了 從不穩定到 從穩定到不穩定的低自尊 到不穩定到穩定的高自尊 我們都想講 他可能在一個光譜的 光譜上 就是在兩端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光是 不穩定的高自尊 跟不穩定的低自尊 他都應該要分開來 被討論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討論 其實今天本來 牧資老師說他想要講一本書 這本書他最近看到 跟我們這個主題相關 本來想要分享 但是沒有時間 他覺得下次可以找一個時間 再來聊一下 那我也請他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先看一下 是是 恰如其分的自尊 恰如其分的自尊 對應該是 對 他裡面就是在探討 他就是在探自尊 然後這四個類型 他講的比較詳盡 那他也有舉一些例子 不過我其實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也是在剛剛說的 不穩定的低自尊 跟不穩定的高自尊 這些分辨 沒有辦法那麼清楚 然後我自己 因為我還沒看完這本書 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自己感覺到 的分辨或許 這是一個分辨的方法 好 有機會我們再 跟穆詹老師聊聊 我覺得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之前 也曾經討論過 那 一段時間了 我覺得其實是需要 可以再回來聊一聊的 是 那今天節目最後 你聽到的歌曲是 李的歌曲 《荒島》 再次的感謝周穆詹老師 每個月來跟我們聊天 那有更多的 就是內容 剛剛我們說到的 王爾德 海明威 還有其他作家的故事 歡迎大家可以上 靜好聽 podcast 來搜尋周穆詹老師 你就會看到 他已經殺青了 有十三集 每一集都非常的精彩好聽 再次謝謝穆詹老師 謝謝